赵汉终于见到传说中的灵夫人 模样长得不错 身段也还可以 就是有点装腔做事 巡抚老爷 再过几天就要来阿湖了 指明要到咱们景行愿做作 少夫人吩咐 选几个得力的小丝丫鬟 到时候专门伺候巡抚老爷 巡抚老爷是何等样人 那是天上的文曲心下凡 你们这些下贱胚子 能伺候巡抚老爷 那是烧了几辈子高香 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 若是哪个出了披露 我亲手打断他的腿 费安 费龙 巡抚老爷登了湖山那天 你们两个跟随左右伺候 酒魄就站在赵汉旁边 此刻低声说 费安以前叫林安 是林夫人的娘家职人 费龙以前也是少爷的葡萄 上一代的贱胆 年龄大了就不叫贱胆 已经改回本来的名字 好麻 秦兴 贱胆和酒魄 原来属于公职名称 超过了年龄就要换一批 赵汉好奇询问 贱胆既然在这里 上一代的秦兴和酒魄呢 酒魄详细回答说 秦兴去了寒朱书院 在书院做助教 专给幼童开盟 竹讲百家姓 三字经 同盟须知和小学 酒魄去了俄湖镇 在一家商铺做副掌柜 每月有六两银子可拿 我也是酒魄 今后也想去商铺 先做一年私务 再做一年招待 一年跑街 两年外账房 若是一切都顺利 五年就能升副掌柜 要是哪天做了正掌柜 每月的月前就足有十两 赵汉瞬间明白过来 费印环作为大少爷 他的身边人可以外放 一步步接管家族产业 二人狄估之间 林夫人已经安排妥当 负责后勤采买之人 都是他的心腹属下 显然有油水可捞 负责左右伺候之人 要么是他的心腹 要么是费印环的重点培养对象 他还故意留下少量名额 暂时不对外宣布 等着有心人上贡银子前来投笑 训话结束 各回各处 情心 贱胆 久迫还想听杀贼故事 一起簇拥着赵汉兄妹回屋 赵汉没有立即吹牛逼 而是问道 我出来乍到 没有拆遣还情有可原 为何三位兄弟 早就是少爷的复兴之人 这次也啥都没捞到呢 情心的表情颇为自豪 不屑冷笑 他也配使唤咱们 久迫解释说 咱们三人的差事 皆由内院亲自过问 只是吃住在钟情院而已 对了 哥哥是谁领着住进来的 默香 赵汉答道 贱胆笑着说 哥哥跟咱们一样 都是自己人 只受内院拆遣 不必怕纳邻夫人 久迫又补一句 但也别轻易招惹他 他来头很大 一个家奴 竟敢以夫人自居 赵汉有些好奇 久迫回头看看 发现房门已经关好 低声八卦道 他以前是老夫人的丫鬟 颇得老夫人宠爱 甚至当成半个女儿养大 少夫人怀孕的时候 老夫人就把他送到锦刑院 本意是给大少爷做妾暖床的 少夫人就不乐意了 强行将他许给肺管事 当时肺管事还只是少爷的书童 少夫人如此做法 老夫人就不说什么 赵汉问道 贱胆也忍不住八卦 老夫人自然生气 面子上挂不住啊 可少夫人脾气也大 竟然挺着大肚子回娘家 少爷坐船一天一夜才追回来 赵汉感觉好有意思 就像在看古装宅斗剧 一个丫鬟 好不容易讨得老夫人欢心 如愿以偿的去伺候大少爷 还趁着正妻怀孕 不知如何说动老夫人 眼看着就能给大少爷做妾 谁知却被正妻许配给书童 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这位灵夫人 显然还做着夫人梦 虽然无法梦想成真 却可以在家奴面前过肝饮 又过两天 费印环接到恒林祖宅召唤 匆匆赶去河口镇 全程陪同江西巡抚 召唤兄妹俩 暂时啥都不干 每日好吃好睡 给小少爷做书童的事情 似乎已经被人遗忘 小妹也暂时没有任何安排 不过麻 废大少爷血战反贼 心知所致沙场赏月的事迹 已经迅速从中情院传到内院 而且天油加醋 演化出各种版本 这天 侍女墨湘突然过来 满脸微笑道 汉歌人 少夫人有请 赵汉吩咐小妹不要乱跑 拱手做一道 烦请姐姐带路 跟随墨湘离开中情院 经过一条直满翠竹的过道 又踏进一扇拱门便来到内院 穿过小院 顺着回廊七弯八拐 很快便进了间小厅 墨湘站在小厅门口 对另一个侍女说 迎春姐姐 人带到了 侍女迎春说 你自去吧 侍女墨湘 立即做礼告退 迎春瞧了赵汉一眼 灭无表情说 跟我进来 少夫人的贴身丫鬟 看来不好打交道 赵汉全程闭嘴没乱说话 迎春掀开门帘 带赵汉进入里面的大厅 大嫂奶奶楼市 正坐在桌前翻阅什么 不时拿起毛笔写写画画 娘 女儿把人带来了 迎春终于露出笑脸 这一声娘 当然不是轻骂的意思 而是内院奴仆 对主人的轻易称呼 楼市放下毛笔 转过身来 吩咐道 给小哥人七杯茶 是 迎春攻身退后 楼市的气质温柔端庄 对待赵汉也非常和蔼 微笑说 不要害怕 坐下说话 多谢夫人 赵汉拱手坐下 楼市对此颇为满意 点头赞许 不怕生 不漏阙 举止从容 确实比家生子更优秀 赵汉说道 夫人谬赞了 楼市见他小小年纪 就表现得严行得体 不由问道 你家里是做何营生的 赵汉重复当初的谎言 回禀夫人 小子出身如户 家父乃霸州府五亲县举人 因耿介亲政 家父虽然中举 却拒绝乡名头线 家贫癌不过今年灾荒 举家逃难之际 又与麻匪喜劫 全家只剩我与小妹相依为命 令尊清廉之事 让人佩服 楼市叹息道 小小年纪 就流落异乡 你们兄妹也是可怜 赵汉说道 人各有命 不必怨天 一个十岁孩童 表现得如此从容 楼市越看越喜欢 他问道 独留阵夜袭乱贼之事 可是真的 赵汉微笑道 半真半假 哦 楼市有些诧异 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赵汉说道 小子当时体弱 妹妹也在病中 没有跟着公子一起杀敌 之所以那般说 是小子出来乍到 害怕被其他下人欺负 至于尽献破敌之策 也是公子所为 楼市略做思索 笑道 你就别往少爷脸上贴花了 若真是他想出的计策 早就自己说了无数遍 可以是公子献策 赵汉提醒道 听说巡抚老爷就要来了 楼市不由笑得更开心 小小年纪 便蹊跷玲珑 不愧出自事举如业之家 你这般优秀 想必令妹也不差 明日让他住进内院 多谢夫人提息 赵汉非常高兴 楼市又说 至于你 少爷另有安排 且先在钟情愿安心住着 赵汉说道 小子随时听后差遣 侍女迎春终于把茶漆来 放下说 小哥人请慢用 赵汉说道 有劳姐姐 楼市对迎春说 汉哥人出来 给他包二两银子见面礼 二两银子 迎春顿时有些惊讶 不由多看了赵汉几眼 领命前去准备封包银子 楼市又开始拉家常 问赵汉吃住是否习惯 是不适应江西的气候云云 仿佛化身为赵汉的家族长辈 终于 迎春把封包拿来 楼市笑道 这是见面礼 拿去吃茶 赵汉立即起身做衣 多谢夫人赏似 小子先行告退 去吧 楼市面带微笑 迎春一改之前的面无表情 脸上始终带着笑容 不但把赵汉送出小厅 甚至亲自将他送到内院门口 汉哥人 迎春突然告诫说 若是遇到棘手之事 又进不了内院 见不到少爷 少夫人 可去找中情院的重粮 赵汉拱手道 多谢姐姐提点 回到中情院 赵汉先是找到九珀 旁敲侧及的打听消息 九珀打开窗户 指着一个给大树浇水的老仆 诺 他就是重粮 专职中情院和翠竹像的洒扫浇灌 你跟他熟吗 赵汉又问 九珀笑道 一个扫地浇水的老家伙 我没事跟他熟干嘛 好嘛 就连九珀都不知道 这里有个老仆是内院的眼线 少奶奶楼氏 显然对中情院了弱执掌 包括费管氏的老婆 以夫人自居 之所以没翻脸 无非两个原因 第一 费管氏是费印环的书童出身 第二 林夫人是老太太的丫鬟出身 哪天费氏的老太太 也就是费印环的亲妈 两腿一顿魂归西天 少奶奶楼氏必定撕破脸皮 赵汉仔细琢磨 自己究竟算大少爷的人 还是少奶奶楼氏的人 费印环的封销 那天费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